花的开心购物节10月20号起跑 12天的登陆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 比去年同期多了两倍以上 在3号晚间7点半 在花莲市公所的脸书举办了抽奖直播 由市长魏佳燕 圆柏花莲店店长黄永芳 还有花莲市百年老街商圈的理事长吴明虫 共同抽出了奖项 而为了感谢民众热烈参与 花莲市公所和圆柏花莲店现场再加码 让中奖率往上提升 墙两公尺宽高各一公尺的超大摩彩箱 实在是很少见 这里头放了11万8千多张摩彩券 创下了花莲市抽奖活动的最高纪录 这是市公所今年度举办的 花得开心购物节活动 12天的时间创下超过3000万的营业额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是我们花得开心 今天是抽奖的一个日子 那总共这11天 进12天消费的金额是3000多万 那总共有12万张的一个抽奖券 那待会也会 从我们的文明虫理事长 还有我们黄店长开始抽 那最后很多的奖项 可能投奖部分就由我来抽 那也希望 未来不只在线上消费 也希望大家都能在线下消费 然后也出来大家走一走看一看 因为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花莲市不到10万的人口 竟然会有12万张的票 竟然投进去 实在是令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然后因为去年也只有5万多张票而已 那我们希望在我们跟花莲市公所 合作的情况之下 我们中年性能够圆满达成 大家希望的任务 那就是花得开心 买得愉快 11月3号晚间七点半 透过花莲市公所脸书直播抽奖 由市长魏佳燕 远东百货花莲店店店长黄永邦 还有花莲市百年老街商圈的 理事长吴明虫 陆续抽出了39个奖项 为了感谢民众热情参与 花莲市公所和远东百货花莲店 现场再加码 让中奖率再往上提升 又大又深的摩采箱 让摩采的贵宾 还得用金铲子来翻动 这样的抽奖画面 也让花莲乡亲是开了眼界 所有的奖项在脸书直播中公开抽出 市公所表示 得奖名单和领奖的讯息 会在市公所的网站和脸书来公告 也透过电话联系方式 进行中奖通知 中奖人必须出示身份证 还有摩采券的纯跟连 完成领奖 相关的讯息 可以上花莲市公所网站脸书 以及花莲市文化观光资讯网来查询 介络会幻视报导